日本国会众议院周二的首相指名投票 由于围绕国会九日闭幕的日期 朝野党派激烈对立 在野党当天发言要求时不冒收回这一决定并道歉 令投票推迟半小时 国会议员轮流上前投票 有在野党议员举牌抗议自民党政治黑心问题 中途被警卫带走 计票后 众议院事务总长宣布投票结果 自民党在众议院拥有压倒性或半数席位 石破帽毫无悬念当选第102届日本首相 石破返回首相官邸 成立组阁总部 确定格寮人选 之后前往皇宫 接受天皇名人认证 石破新内阁正式宣告成立 20名格寮中 13位首次入阁 只有两名女格寮 非主流派的石破帽 为掌控自民党内各派势力 总裁选举时支持石破的菅义委 岸田派系议员得到重用 被批是论功行赏 也被称为是岸田石破菅义委联合内阁 新首相的选出 其实没有任何悬念 毕竟自民党在国会占据优势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而在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 保守派的声音占据主流 预料今后执政 也将是保守清美的色彩浓厚 凤凰威士林苗 现金正盛 日本审材管理报道